大家好,歡迎收看8月31日的事記禁中五直播 今天是8月最後一日,暑假快結束了,各位家長要努力抽回小朋友 就算是蚊粉,都好像是一般的,大家沒什麼建議 不好意思,報司機禁的價格 8月27日,143.0458 27日就是上星期 好,今天大家沒什麼建議 昨天還有一些東西動一下,今天全線沽下去 都是去25,000這些位置 總共收到25,100左右 成交其實就是黎黎的,七百多億 那些人是不是很狠地沽? 又不是,不過大家都沽慣了手勢 沒什麼就沽一下 當然啦,美股就... 昨天我就射了一隻球 都是等同事說 美股就很開心,Like here都問我 你看看那邊有繼續去 當然啦,Jackson Ho開完會 白威爾出來,我都說那些人喜歡他 沒辦法 大家現在聽完他說,繼續買時間 炒多一會 買時間又去買股市 所以繼續破頂 至於A股,我見有些朋友問一下 為什麼這麼弱 看看今天A股 A股,今早陪你看CSI 都跌得金點,去到4,700多 其實A股,事實上 動力來源,其實今個月都很弱 如果大家記得我講過 創業板,其實今個月都很差 今個月,深植菜板差不多跌了7% 跌了7隻 就算大家感受不到,看著寧德時代 大家知道它是龍頭來的 其實都是在500元這些位置 吐一下吐一下 所以你看到很多都 整體沒有什麼動力 當然,我們嘗試藝科學解釋一下 可以說一下,譬如說 有部份的業績出到來就不太好 當然有部份的期望比較高 所以總之不收貨,被人扔到也挺慘 各式其式,可能是margin 可以看見,就是Eastern 都可以說一下 有什麼單,情何以堪呢 不止是去,之前大家聽過海天 海天也是很慘 他們不太好,大家都不是猜不到 不过,出现业绩,也是这一单,所以大家沽得禁,A股以下,沽得禁,市场真的会比较浪漫 还有一个原因,这些半导体都很弱,整体都不是今天的事例,例如之前那些Star Power,市囊等等 今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好像很多lock up是否结束了,有些股东可以sale,你sale我又sale,大家就快了,所以有些什么,真是惨 所以A股是比较弱的,我想说,今个月,不过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 最大的分别就是,人家上个月强,今个月回一点都可以,就捧我们港股不同 我们上个月有弱,今个月有弱,那些说一下,真是令大家很忙,看看新闻 大家现在发觉,都差不多一口笑,我的行家发觉,现在都是这样的 之前很緊張分析、量化影響、估值如何收縮 現在大家估計得七八八,很輕鬆,說笑 娛樂新聞、花邊新聞看 所以大家看現在的世界是感情地離開,不關我的事 所以股價有些消息開始頂得順,某程度是這樣的原因 今天大家看了幾個有趣的新聞 第一個是,我老婆看都很贊成 現在大陸說,打一天一個小時,最多打三天 一個星期只可以打三個小時機 大家都不覺得很奇怪,因為關於這些沉迷小朋友、未成年的學生哥 就不補習,就不要打機 現在就規管到,之前都有的實名登記等等 現在一個星期三個小時 說真的,也不錯,我女兒也不只打三個小時的一個 暑假當然 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大家都立刻想到,小朋友要承認殘記 可以找爺爺、媽媽、公公婆婆的手機上 又會怎樣處理呢? 所以有時候,可以這樣說 我們之前好像有些朋友都特別問過 那些青少年的比例佔騰訊、網易 那些比例是否高 比例是很低的,實際上大家都明白 很多東西其實是統計不到出來的 所以除非你打電話機,可能要考考一些IQ題 否則其實都是不知道的 當然,一直是演化的 或者就算不用爺爺、媽媽的手機打 那你就不打這些Online遊戲 打PlayStation、Dintendo Switch 究竟是否會產生一個新的機會呢? 我發覺大家都是笑完就算 但是,你見到騰訊,你去到這些東西 再出來,打算撞一撞去 但都捱得住四百多元 你說成交是否很厲害呢? 其實又是正正上相 所以我覺得反映了什麼呢? 反映了就是,大家已經沒有那麼重瘡 所以跌下去,你猜得不會很急著這樣沽 第一下,一崩堤式就很洶湧 你想想,水塘突然間缺堤湧出來就很厲害 接著它缺到差不多,水流流就沒有那麼厲害 但又不代表水會上回去 結果都是有少少容易跌難升 同樣情況,除了騰訊、網易 有些新聞下,其實不是很急著沽 都是跌三隻,比起之前跌三隻都不太好 如果拿著的話,不過都沒有那麼嚇人 今天當然,稍後阿桑會說多些美團的業績 大家會問,不過你見到這些,交得不錯 不過你加上一些燒一下燒一下 除了送外賣,單車又要被人監管一下 甚至乎共享單車 今天應該是第一次可以說的 但除了這些,這個就挺搞笑的 我覺得外賣在線 最初大家一看,是否大家都很少 在國內,現在地方做了房地產中介 有部分地方,大家知道 大家看到這個浙江外賣在線 是否他做了美團那盤生意 不過看清楚又不是的 這個就不是真的幫你送外賣,不是幫你配對 純粹去監管一下 有個APP,幫你看看究竟外賣平台 規不規範,包括食品安全,包括騎手等等 不過這個大家都可能已經 我想一年前和大家說這些,大家的下巴跌到地下 現在大家都覺得這不是很震撼的事 所以美團的股價今天都頂得順 都不需要跌,不過我想接下來的操作 我講一些具體一點,我覺得就算好像之前 夾一夾上去,你都應該是留守一些自己生醒一些 交到一下業績那些 因為你又很難,說真的,很難完全 叫你完全買回來又行不行 可能個別朋友又行的 但說真的,如果你真的整個sector 所有板塊都沽清了 夾一夾的時候又不開心 因為不開心,你高追更大 所以你問我,我覺得駐馬控制得小些 而且留守一些交到業績 那哪些交到業績呢,當然就要看C基金直播 這件事很黑色,但整體的策略 通常都是這樣,越頭越尾 recap 整體的打法都是,現在我們都是六成嶺 真正的倉位,不過聽到大家的吩咐 加多少少美股,美股會比較開心 不過大家都知道,我們都有一個上限 A股剛剛說,今個月好像弱跌 不過我覺得勢就暫時未令到有些很震撼 或者古怪的趨勢 例如說人民幣的走勢 我見有些行家都給我一些資料看 好像國內都開始,阿爺都做少少功夫 試探一下,究竟如果人民幣有波動的話 其實乘勢能力有多高呢? 當然現在很空泛的,但我看到其實 其實人民幣又不算很大動作 暫時來說,當然我上次說,我也不希望大跌 大跌是一個市場,一定沒有運閒 不過如果大跌的話,可能真的令到阿爺會緊張些 會不會有些想法上的變化 但國內資金面,我覺得如果看得很短 當然可以說,Vepro也會升上去 這個就偏離了阿爺的指示,2A2 但我覺得這些暫時都不是一個大勢 所以我覺得我對A股改冠得太厲害 當然我剛才說,今個月深圳最熱板跌得厲害 跌得厲害,本身都是一個訊號 所以大家看看 整體都是要老套一點的,炒股不炒市 港股其實就算是想炒股,都沒有什麼可以炒 捏到全部都是跟電有關 昨天就很開心,看到大家 什麼電都升到... Ada碰說什麼? 升到都很簡單,不敢追 升到都不敢追 但沒辦法,因為錢沒什麼好搞 連死靜種都一起炒一輪 中間的波動都很大 譬如說7月,國內都抱團坦中和癖 一夜殺了下來 昨天看到陽光等等又夾得上去 不過龍基就不行 龍基不行,為什麼呢? 我又會射球給阿桑 讓阿桑,講了兩隻 我覺得大家可能關心 還有參考價值高 我交給阿桑,你先講哪隻 先講龍基 先講龍基 其實龍基,昨天出了結果 其實跟預期都是一致的 其實跟預期都是一致的 但是車學可能在套路上 可能是有點不太好的地方 可能是一些投資者覺得 可以詳細一點去講一講 其實如果你看回頭線的營收 或者底線的正利潤 其實增長都算是做得不錯的 因為大家知道 第一半大家做Module 應該都不太好過 你會見到其實 第一半上半年去看 你會見到 第一半是七成多 底線是兩成多 但是你會見到 其實如果對比其他不同的 大家都是做一體化的公司 包括天黑光能或者晶奧 這兩間就出了結果 其實大家都是六成多 你會見到Trina EON-EA也是兩成都沒有 另外晶奧的底線是負數 所以你會見到龍基 如果做單體EON-EA的話 算是這樣 算是做得不太差 如果看單體第二個季度 其實Bottom Line Quarter-on-Quarter 是跌了2.8% 但是你會見到 其實都相對是 因為大家知道 EQ的時候 上有的歸料價格 是在4月的時候 飽升上去 大概應該是由 80 bird 8.6 200 就是在4月中 就衝上去這個位置,但你見到這個margin其實就不是說真的有很大的impact 你見到其實不論是在毛利率上面,你見到其實first quarter是由23%跌下去22% quarton quarter也是跌了一個percentive point, bottom line也是跌了30% 其實我自己覺得其實就好過外面條街想的,可能他們期待fiscal year 2021年的時候 其實margin是20%,另外bottom line是約12%至13% 其實你見到first half是比整體的guidance好,再加上未來的second half就是那些搶贓潮 在那個位置應該會做得好一點,因為那些產品強了 如果我們從top line,即是營收那裏,其實它的mix,即是產品結構開始有一個明顯的轉變 因為大家知道原本公司龍基是做龜片為主的,但已經很久以前了 現在就開始轉型去做這個組件的external sales為主 你見到其實現在他們的組件的external sales應該是由57%提升到大概7成多 所以你見到這個max升到10%左右,這件事也是對於他們公司是有一個比較明顯的幫助 另外就是他們的出貨量的guidance和guidance也是一致的 如果你看到這裏,其實它的module shipment大概是約17GW 你見到external sales應該是16.7GW左右,其實也比Trina和J.A.Solar更好 因為Trina其實是10.5GW,J.A.Solar其實也是約16GW 所以你見到其實是約50%比其他兩間公司更高 而且市場其實預計的公司在第一半都是寬佈到14至15GW 所以其實在這個位置也是做得不錯的 而且如果你看回公司的waiver的capacity 你見到其實公司也有提供了一個guidance 就是說接下來應該是80GW 而且未來可能是2022就去到105GW 所以在這個位置的net ad其實也算是跟之前公司 就是跟外面條街預計的也算是差不多 所以其實top line就沒有什麼特別 全部是很out perform 如果你看回他們的毛利率 剛剛提到他們的毛利率其實就相對比較穩定一點 因為公司的pricing power是相對比較強 比其餘的兩間公司 所以變相他們可以將一些價格去 再加上他們的branding equity 所以可以charge一個premium在他們的ASP上 所以其實單價的毛利率也會比其餘的兩間公司稍為高一點 另外就是市場的market share 即是這間公司現在如果你看回module這一部分 這間公司也是排第一的 而且第一半2021年1月至6月的時候 他們公司如果在組件的出貨量 其實這間公司還是排第一的 但是下面的2、3、4的排名就開始有轉變 因為天合光能是由第四是跳回到第二 然後正貨量就排第三 正貨量就跌進去 跌出頭三 所以你會看到龍基本身很早已經在這個module上紮金 所以變相他們的advantage也還有在 而且那個shipman還是拋離第二名村 也有一段距離 所以market share現在是約二十幾個percent 那未來長期的話 希望在2023年之前可以撕到30%左右 這件事就是希望它的capacity、速度、速度 就希望可以catch up 這個就是整體的market share margin 和top line上面的分析 但是昨晚我也有聽過一個call 其實管理層也有說到少少的concern 包括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這間公司在second half 2021年就沒有很難會期望 poly的價格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下跌 因為現在都是約200至205元 之前也有說過這個8月中開始 poly的價格已經可以升上去 因為下游的開工率提高了很多 所以這個位置有機會會傷害到整體 全球的 demand 因為本身在年初的時候 其實CPIA,即是官服協會 其實有期望過他們的裝機量 是約55至65GW 所以其實很多條街都期望是60至65GW 他們的upper end左右 但是因為始終第一半 真的歸這個價格漲得太快 其實很多市場都期望是55GW 即是Lower end那邊多一點 55GW左右 所以他們預期望在poly的價格 不會繼續升的時候 就會有機會在margin上有一個影響 但當然這個是2022 second half 的時候才會出來 所以大家可能要留意一下 另外就是Waiver的價格漲 因為之前也有提及過 現在最固定的多數都是poly和Waiver為主 所以變相在2022年 大概都是在第二、第三季的時候 其實很多capacity都陸續續出來 所以變相over supply的情況 應該在那段時間發生 所以變相很多公司都會願意去打 長market share這個Theme 就不會刻意去提升Waiver的ASP價 所以變相短期是會在2022年 Q2、Q3的時候會影響到公司的 一些financial impact 但其實這間公司 因為剛剛提到就是 它的pricing power相對比較強 所以變相競爭也會好些 而且financial對比回Train和正外的 也是好一節的 所以這個位置在短期 我覺得又不是特別很擔心 但這件事也是其中一個concern 總結來說 其實現在如果你看看second half 的話 這間公司其實也有提到 就是margin是半月到半月會上升 短期的情況就沒有什麼大變化 而且你看到其實近期在8月這個月裡面 其實他們那個組件的出貨量 其實month for month是升了兩至三成 這個也是在組件和歸片上面 都是做一個比較明顯的理好訊號 而且是比其他環節好 還有開工率也是上回八成 因為之前真的很差的時候 是六成幾七成 對比起七月,元 for month是升了10% 以及去負全化的東西 也是在清潔內的 所以整體短期 其實包含其他組件 其實都是做得比較好一點 整體就是這樣 另外就是美團 美團 我們暫時沒有 但是都可以告訴大家 究竟發生什麼事 EQ其實是強壯的 坦白說是挺帥的 尤其是大家的期望 調低之後 出來的結果都算不錯 TOP LINE其實是很差一點 反而我覺得把重點放在他們的底線上 尤其是他們每一個BSEGMENT的Margin 以及他們經營的數據 其實都是做得比較不錯 如果我們逐個業務去看 第一,我覺得業務本身已經最大 五成多就是他們的外賣業務 其實他們的外賣業務 他們的Margin其實已經是去到Double Digit 以前其實就沒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如果你計算Quarter-Quarter 之前都是5%左右 但是你看到其實因為EQ 你看回上一個同期 2020年第二季度 其實都是大約8% 最主要是因為Seasonality的問題 因為Second Quarter的時候 Rider的Incentive 相對也會比較少 而且他們的Weather 就是他們的氣候 其實就不需要額外 要再給他們多些錢 叫他們去送貨 這件事也是提供到他們的Margin 有一個比較大明顯的remover 另外就是EB Per Order 即每單的利潤也多了很多 你看到其實是7毫子 如果計算到每月order 你看到Quarter-on-Quarter 都是升了120% 其實亦都是比街址 5毫子多了2毫子左右 這也是要做得不錯 另外在User的角度 你看到User 其實是我覺得最刺激的一個位置 因為你想一下現在公司 做一個外賣的情況 其實去到6億多 其實已經是誇張 如果是在Net Ad的部分 你看到上個季度 第一個季度的Net Ad 都是5,900多萬 現在其實還是14至5,900多萬 其實主要原因 我自己覺得應該是因為CGB 即是他們的社區團購 開拓了一個比較大的市場範圍 因為原本的公司 是HIGHTIER CITY位置 但是現在你就打下去 下層城市 大家知道下層城市的滲透率 也會比較低 現在就希望可以在那個位置 搶多一些不同的User 管理層也有提到 它的Net Ad 其實八成幾九成 都是下層市場 其實很明顯 就是因為他們的New Business 在他們的Year-on-Year Growth上 其實已經很明顯 是反映到出來 最主要是這件事 另外就是Hotel 即他們的OTA Service 其實就room night 即酒店間夜亮 其實也是有一個明顯的 上升的情況 因為看EQ 我覺得就不是說真的 那麼relevant 如果你對比2019年 第二個季度的話 其實就應該是升了五成多 那你對比同程偉龍 因為出了result 其實就跟他都是inline 所以其實就在這個位置 就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公司在第三個segment 就是他們最新的一些業務 包括他們的尾團優算 尾團閃購 尾團買菜 這類的業務 最主要是他們的單店 就是他們的UE model 其實是有一個明顯的改善 最主要是他們的團長 他們的commission rate 也都是低了 還有他們的利益成本 也都是控制得很好 所以就該該處理 就是後來接觸到 第二季度的分析 我今早也有聽到 美團有一個叫 其實最主要就是 我有沒有留意到幾件事情 其餘是有留言 他們之前有提到一些社保 如何影响他們騎手成本,在單店模式上如何影響 另一件事就是每一個segment,by segment的EB Margin,3Q的outlook是如何 如果單看他們的comment,騎手成本,因為之前公司有說 因為他們要社保,然後要提高騎手成本 其實之前我有做過一個分析,如果在UE模式上去看 如果每一年升5%的情況下,他們整體的EB Margin是如何受影響 你會見到原本是2022年就可以賺到錢,但如果見到Wider Cost是升5% 有機會是會退到2022年才會賺錢 那間公司有提到他們騎手成本不會超過5毫指定 我自己也有嘗試在這個位置再計算一條數 其實都是跟你加5%真的沒有分別,所以變相跟我之前說的2022年才賺錢 其實都是一模一樣,所以公司說出來就不是說有什麼特別正面的影響 還有公司有給到的就是他們長期的EB Per Order 因為現在大家知道其實還未賺錢,在他1P的模特兒裏面 現在希望公司說是2025年左右,就希望這個數量去到1元 所以其實也是叫Inline,因為大家知道2022年是6號左右 這也是沒什麼特別的地方 另外一樣東西除了Wider Cost的成本,就是Tech Rate 現在是大約20% 那間公司希望2023年的時候去到21-22% 其實也是Inline的,所以沒什麼說 那間公司有說了一些東西是令到市場覺得有驚喜的部分 另外最後一件事就是說它的margin,就是在無理率上面 其實在3Q,其實那間公司給了一個很明確的資訊 就是說在不同的segment都是有一個比較負面的影響 在3Q上面,尤其是因為COVID 另外一件事就是因為他們那個氣候的變化 所以就變相再加上他們的CGB,就是在他們社區團購上面 那個loss也是會擴大 因為現在應該是在虧9個B 那現在第三季度應該是會落數到11個B左右 那這件事也是可能公司或者市場整體 就不是說太過滿意的一個位置 在3Q的outlook上面 那如果在margin這三個segment裡面 最差的那個應該就是OTA 因為大家知道在那些Lockdown等情況 OTA一定會做得不是說特別太好 那說的margin有機會是低過2Q和1Q的部分 那就是有機會可能下回3指頭 都不出奇 所以整體來說 其實就是因為外圍的一些環境 因為COVID 還有其他公司有說到未來的investment會多很多 在3Q上面 那4Q會不會那麼多 但是整體second half應該是會多過first half的情況 所以再加上騎手的成本 那這三樣東西加起來就會很影響到它整體 bottom line的profitability 整體的分析就是這樣 好,謝謝Sona 好,謝謝Sona 好,很詳盡 他們辛苦了,這麼多result 又要聽又要分析完 還要講給大家 大家多謝一下 好,那我先回答我問題 那我問一下昨天哪個 這個第一個問題 問Traderless這個問題 我問呢 可以看蘋果嗎 看到2012年起 每月加3 這個回答了 OK 下一個回答987就可以了 不好意思,這大體中文是比較慢的 我回答昨天的問題 我不是說不用留意這件事 如果真的要留意 其實在2020的下半年已經開始少了 R&D人員 接著今年的第一半的數字又是低了 今次是低得多一點 但如果你看過footnote 他有寫是因為有些人本來在R&D 但調派了其他部門 所以就不classify他做R&D 如果你去了production那邊 就不classify他做R&D 但不代表他累積 也有一個就是 上半年去賣了SJ Semi 那裏也有一些 本來是有些 本來是有些R&D人員 因為那個賣了就沒有了 但他沒有exactly說到 那裏也有多少人 即是NetNet 如果你看去年的下半年 都已經是R&D人員跌了 我昨天也說過 Google的方法是有些改變 從一個工具最高端的 去做Legacy 這個不是你想不想的問題 是這個現實 就是你放這麼多R&D 然後就沒有這樣的工具去做到 這個策略的改變 都迫住 所以說真的 OK 好 麻煩你 多謝907K 多謝Ada Kelvin說我的花磨 Kelvin不去為 好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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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MC 和A股 其實不是很直接 對比到 TSMC 我上次都說 其實今年 一、二月那時候都是橫行 但是A股那些 7月那時候都不知多開心 不過是8月份 就倒下來 所以他們不是直接 一層交易 然後有沒有股東減持 剛才浩德都說了 有幾間 就是across the board 不只是SAMI 很多間都 有股東減持的動作 你說 A股有沒有哪些是突然間有跌的 今天就很多間都有跌 今天有編輯沒有跌的 就是問你 紫光國美 紫光是清盤的 其實可以出3月份都好 不過一出那天 衝了上去幾分鐘就倒下來 其實這一個也是 8月看到很多間半導體公司都是出熱跌的 由8月中開始 有很多都是出到來 其實幾好的 但是就 可能半周都叫不到 股東減持的 然後就去 今天 昨天出了 士達 是8月的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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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插9隻的 所以現在 看到昨天新墓出 又失敗了 但是都升8隻 所以同一個 有時候 有時候 業績是直接掛勾 有時候 跟著sector 就好了 昨天很明顯 新墓就跟著sector 就是抽升 今天 就 全線 好 OK 好 謝謝 CanonLive 就等 Kelvin回來 看看有沒有之後有時間 說 今天 也太多業績 說不完 我知道 大家很心急想問 我順便問 916是農園 兩隻都好像加了貨 CanonLive 問一下 這隻就問Sone 看看Sone有沒有 之後有時間 跟大家分享 你想補兩句嗎 很快 好 不好意思 說兩句 讓大家時間一點 馬上說一下 其實916的result 其實都是inline 其實看三個東西 就是它的發電量 它的utilization hour 以及它的cap 唯一一個比較特別的重點 可以說一下 就是在第二半的cap 已經announced幾個project 會做 一個是Win 兩個是Win 和一個是Solar的project 有機會在2022年Q1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量到產 還有它有給到五年的target 說三十個Win addition 在cap上面 這也是有機會是市場比較驚訝的地方 cap capacity 就是產能 謝謝 好 首先 Canon Live 問一下你 說不說兩句 Farmeron Kelvin 回來了 是 那它上半年的業績 就應該是beat 不過它 大家都知道 它買Farmeron 就是買它的GP margin 會繼續升上去 那它剛剛上半年的GP margin 就應該flag了 那 因為它之前也有說過產能 那方面 第三季就會多些產能 所以我想 都會繼續可以升的 還有它這次第一次 就放了一些Biologics 和基因治療的業務 那個素材 那就可以慢慢繼續可以看到 它的Protomix的轉型 所以導致那個GP margin 可以上升 所以接下來就繼續關注 主要都是這些 OK 可以回答一下測試問題 OK 987OK 港股是全世界最容易玩的市場 只有兩個主題 不用繁新能源 第二 沙包 沙包是甚麼意思 不懂的 OK 好得死心未 好得就...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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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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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not live 今天就是恆大出業職 如果出不及 就停牌 會不會有一個系統 會不會有一個系統 April問Wil Semi的GIGA device 為何跌這麼多 成交大又上不到 可否見到一頂 這兩隻今天都有股東 對 剛才說 兩隻都被人沽沽 被股東減一下 大家跟著沽沽 其實挺有趣的 國內的股東減少的 定位都頗準 我發覺很多憑記憶的統計 其實都頗準 除非有很大的突破 現在大家會有戒心資金 有些是沽沽後可以再升 去年農機就可以了 沽是被困號 不過因為沽了被困號 還有整個賽道真的特別厲害 我們之前一片仔網 沽沽後就見到頂 OK 那又不是 那隻不方稀土 好像可以破到頂 所以都很難一概而論 不過通常都是一定有反應 然後Like喬說 為何李靈這麼強 我也覺得是 所以阿桑真聰明 加點李靈減安答 C基金十大持倉有什麼股 去到網頁看看 自己看 不浪費時間 在這裡 基金報告裡面有了 接著 最近A股成交很大 但市場仍是一半 像2015年大利息之前 持續大成交 當然這個觀察是正確的 現在都持續萬幾億 這就是大陸 現在都持續萬二三億 至於15,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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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的心理就是很正常 市場的心理就是這樣 但你說大成交就見頂 問題就是看你的 大成交 大成交其實是偏好的 至少大家願意參與 所以我覺得 你說A股金句差 但上股已經升了 現在下來 可以再去過 就不止港股這樣 都是跌 之前監管風險 最新經濟股 現在連平保的舊經濟也有監管風險 對私基金有什麼影響 如何調整發策略 就是 靠邊站 所以大家可以買 全民健身 炭中和 新片自強 其實都 有些搞笑 很少過份簡化 但資金又告訴你 就是這樣 只是想知道好得 打爆了美股上限 也很高 謝謝 不准打機 不准補習 做人仔 不准生孩子 但 怎可以吸引到大家 多生小朋友 不准打機 不准補習 不准補習 即是生一個兒子送兩層樓 大陸現在有些地方已經有獎金 想請教阿桑 以我所知 Switch和遊戲 在大陸好像是700代理 對 我也認識 好像是 PS5和遊戲 是否沒有刊貨 以我所知 你的解讀 以我所知 是對的 你的解讀 陳迅也是代理了Switch 去年 去年 6690 對於家電內需管的看法 全都沒有人走 不知為何 全都沒有人走 今年 所以 我們都沒有 60089 其實那張可依已經好像沒有那麼差 另外那個 格力 一邊回扣一邊跌 就是慘不慘不住 董明珠 慘不慘不住 那次是60089 有23 那些 Inverter 升得很厲害 今天他也升得很厲害 但這幾天 都是新高的FAN OK 怎樣看 現在是最當醜的 不過我們就拿著一隻新Grow 可以再上網 這些問題很難回答 現在資金正在追捧 上網又不出奇 因為大家保持著 momentum 一散水就走 所以 不敢回答這些問題 有就當然拿著很開心 甚至乎你有賺住有profit 人可以局下 但你說完全沒有倉位 我講一句 你衝過去 你問我知不知是 我又很尷尬 這些很難 升了大段才說 所以你看我很少這樣 我會說 這些位置就早點說 自己買一下 有些信心 跟著說一下 覺得都OK 那就說一下 兩個月升了 又是升一倍的 那些 那些 勢就好 但會不會變成半導體 真的不懂 我都害怕 你看看時達 真的一炒完 大家都很狠 有些人 425元 跌到320元 那台有點像 一散水又要懂得走 這些 真的這樣說 我不想那些東西炒得這麼爆 那時候 碰你懶惶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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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惶 阿YangYang說 看了我的直播半年 同意我們的投資理念 作為投資者 希望有基金進行轉換 個人不想賣私基金 你們的基金是增長目標 多下跌支持較少 希望可以提供高收益債券或債策略 讓投資者可以承受控市 好 第一 多謝你的支持 第二 其實之前有說過 希望產品上可以做多些 沒有浪費 這麼多粉絲 雖然是一個市差 整個美股基金 大家可能支持一下我 但至少我個人的風格 大家都明白 我希望那件事做到 和是一個長期的部署 長期的想法去做 我不想很時尚 很時尚 哪些可以 我又推出產品 不可以 就偷偷摺 所以我們就 立落一點 豈有此理 又是這樣 又在鎖我 我今早忘了 不鎖我 不好意思 不要緊 我們繼續說 沒有多久 阿爺說這個行業 阻礙 就很嚴重 其實我講真的 我選了一些 每年的推割股 過去三年 包括有這個 我按一按 我把自己的WhatsApp給大家看 有些尷尬 希望沒有泰國秘密的東西 還不是 阿少坚幫我剪掉 先回答問題 說一下推介股 通常全年 2019年是比阿迪 不是比阿迪 是Billions 然後去年是Anda 今年是梅峰 大家看到 通常我選的 都是看得長一點 例如做直播 短線操作當然有些 長線操作 玩得比較穩固 今年雖然每封 見過50元 就下回來 就慘慘了 不過相對不算很差 推介股 我通常去到11-12月才想 現在沒有辦法 東西轉得太快 太早想到是浪費 說說得不錯 可以夾一些上去 問問一下 冬樂版本 現在沒有辦法 所有的最強烈的 最強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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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不想說 業績 因為沒有特別的 可以分析 因為大家都是炒 幾件事 炒一些 PVDF PVDF是甚麼 就是 PVDF Ada不是讀過一次嗎 PVDF 小時候讀算不太好 所以現在都是講簡清算 那些就是電池、光伏要用的 另外它是Proton Extranged membrane 即PEM 就是氫能源 這輪大家看到 常油炒得很強烈 所有都是炒船 其實你分析這東西 就跟你分析Shipping一樣 就是沒有甚麼好分析 你的Financial Result 沒有甚麼好分析 就是分析船價 你看這隻東樂 都是類似的情況 所以好像很頹 不過其實 都是OK的 股價我告訴你 現在升到多少 20多元 這些都很濃烈 我們中途建倉的時間 有時候都會走一走 不過這些一炒都炒得很誇張 大家明白 你炒Polysilicon 炒Shipping 炒SolarGlass 同樣 你問我 我都是這樣分析 那凱倫斯 問Song.Elliot 有沒有去Happy Hour 這間公司 是甚麼 上市 是Buy 是Buy 很小的 OK OK 你馬上看看 不好意思 這間是甚麼 OK 明白 行不行 好嗎 大家給點意見 我沒有看過 是輸錢的 香港還是大陸 香港上 香港上 大家的營運在哪裏 中國酒館行業排名第一 有1.1% OK 算了 明白 有機會就看看 多謝 是否值得看 like you 告訴我 Eric說 前有CP 今天不解 多謝你 請問65元入了101 要不要止蝕 那我們就走了 我去笑他 不過沒有的 沽了 再跌 真的可以 那時候再買回來 所以這樣回答你 我們都走了 降準機會有多大 不會猜 至少不會是沒有機會 你都降了一次 7月 降開這條路 但沒有太密 大陸降準不會太密 現在這個路會扣幫幫你 你看 我沒有記錯 我先問AIDA 真的 對 這個是安年 按個蚊 一層 這層 除非好像119 那時候是因為 全球差 中美的關稅 中國實體經濟是很差 也反映了人民幣 現在又沒有那麼差 所以阿爺就是監管 很漂亮 267貨頂 有貨 有沒有貨 這些問題不回答 恭喜你先說 這些近期都厲害 恭喜你 沒什麼好分析 所以A股是強 大家都喜歡A股 我覺得是 不要買港股 港股的資金不夠 大家都知道 還有大家比開新經濟 或監管風眼都是港股 中概股多 A股比較少 853有電話會不會意味 是今天 夜晚 今晚 聽得到1686 1686是甚麼 我之前說過 有些尷尬 很難每個月職都說 如果我每個月職都說 如果我每個月職都說 大家就不聽 不過是好的 我們都擁有一個 不過作為一個基金 就覺得流動性是差一點 不過都厲害 可以吹到100元 我覺得是開心 雖然我早點走了 不過賺錢走是開心的 竟然不錯 不過這些 要很久靠自己 這些有筆水不炒 繼續 你好,請問同一間公司回購 對公司股價有沒有刺激作用 理論上有 實際上就看看你哪種 如果日清出業績之後 通過認為自己股價為低估 提出回購運動 有甚麼看法 最多是幫助不到升 就不會踩多一腳 我可以這樣說 好,兩件事 第一 你想一下 為何市況差 市況差 市況差 每個人都差 很難理會自己一個人 可以逆天而行 不過你回購 真金白銀 在市場上有買入的資金 也會幫到一下 不過看你頂得多厲害 大家都說 騰訊 他這樣拿出來 都不是幫到很多 但始終這件事對我投資的信心 是大一點的 不過正如上星期五 蓬亞斯老闆 拍攝股壇事件 他都說 回購沒甚麼用 大股東自己拿錢出來就差不多 都可能是 看看哪些大股東肯拿錢出來 可能吸引力高些 或者訊號強些 中央已經判了騰訊和爸爸死刑 如何這樣說 爸爸我都覺得是 騰訊我又沒有這樣 相對我可能覺得是五差 不知私基金會否清掉700呢 這樣又沒有 但清了9988 清了很久 還有其他基金已經清了700 當然有 很多不是index的可以走 好 Cannon Lab 多謝Song 多謝Kelvin 銅鑼灣高峻說 煤炭和鋼鐵很變態 升得很變態 我知道 Martin 多謝Song 好 繼續 我繼續升上去 我也想看看市 好 他問為何 他問為何 他有些special case 因為他在Bankhub 但應該有9月15號 是deadline 看看誰救他 看誰救他 Special seat 對 Special seat 然後Cannon Lab 不好意思 不要緊 你們開始問 不過有時候我答得不好 大家就不要介意了 我的同事答得好 你們就贊一下他 好嗎 OK 中電我止跌 OK 多謝 不過我知道Liko 經常幫我開玩笑 其實這些是 是不是困難我提醒 看一看 OK 講到繼續做渣男 大家有些不開心是正常 然後說 原神出了PX版是正常 我沒有這麼貼 我認真說打機 我已經過了一個年紀 不過其實我小時候開始都不打機 所以 這個問題 香港用人仔買司機金可以嗎 可以的 我們是有人民幣class的 所以你如果有人民幣 其實可以買到 考慮一下 可以分析一下 可以分析一下 1772 即是降風 好嗎 好嗎 降風的不是油 也是 剛才東岳一個個案 不要炒鋰電 鋰電上油 最大的風險就是 現在的人開始 第四代電池 加一些阿魯米的 減少一些COVID 3993 會有影響 現在是這樣 大家 去年成為醫療專家 今年就變化學專家 有機會詳細說一下 有機會詳細說一下 龍機有沒有減少 有 加山之前已經轉弱一點 都有龍機的 不過 賺著酒 轉去其他 那天有說過那隻 如果大家有留意 不是做module 做waver 如果錯誤了 大家可以去看看 OK 好 今天都很... 不好意思 今天回答了很多 很豐富 市繼續升 我繼續說 沒有問題 沒有人問 開玩笑 正經做回事 先看 AM那邊有沒有問題 是OK的 好 看看樣貌 今天就差不多 因為轉頭 星期二又要去做新城 OK 多謝大家的問題 多謝大家的想法 我們有些值得參考一下 我們又去跟蹤一下 有些好的insight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有些問題 可能過份簡單 不好意思 實際太多月收 做不完很多事情 不過 有機會大家再問一下 我們之後 有機會再一起聊一下 今天盛養差不多 多謝大家 暑假快樂 九月見 拜拜